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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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怎么还有心思在这里比试啊 你们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个人 回来了 萧妍 可是就是厉害 这么快就练好了这么多药 是啊 而且品质还这么好 最高呢 那月练药第一日 那可不是说是玩的 好了 时间不早了 今天 就给大家练药到这里吧 萧妍 打一架 打架 你确定 我可不想挨揍 想挨揍的另有其人 看看看看 看看 待会儿待会儿 另有其人 分手 就你一个 还有我灵修也好 原来是二位长老 这两家伙啊 听说你回迦马帝国很需要帮手 就放话了 你若能打败他们 他们就跟你去见识下云兰宗 那就先谢过二位长老吧 先别蒙着信 打赢路我们再说 不 我要为剑农啊 萧妍 要像朋友一样 狠狠地揍他们一段 朋友 朋友 还要揍一段 你们这两家伙 其实我早就想狠狠地扁一顿了 只是以前没这个本事而已 偷儿真要一人对战两名窦王长老啊 又能看当年强榜上最强三人交手了 还是一对二 头儿要真赢了 那将在内院创造一个无法逾越的记录了 是啊 萧妍 这次可不要留守啊 我与柳青也会全力以赴的 打败我们 我们就是你的帮手 十招之内 我就让你们乖乖地跟我回加马帝国 十招 我就是认真了 十招 这么厉害 够狂妄 那就来吧 很好 来吧 我有强者做朋友的 就是这么刺激 第一招 叶剑车 这算第三招 再来 打电离婚招 第四招 动手 打电离婚招 第五招 厉害啊 这小家伙竟然把三千雷动修炼到此等地步 现在可以谢谢二位了吗 你别看啊 他们平时傲得很 其实像我一样 也把你当作值得一交的朋友 胡说 我可是一直把硝烟当朋友 傲得很的是这家伙 嗯 好 这就是凯山鹰嘛 不愧是地劫高级斗技 就算是你那小女友族中 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修炼的 可惜 轩儿给的地劫绝卷轴中 只有两种手印 知足吧 小子 这套地劫绝若修炼到极致 都能媲美听解斗技了 他能给你其中两印 怕也是他的极限了 不过我虽然实力大涨 但云山肯定不是原地踏步 而且原来宗若与魂殿勾结 我必须做好老师无法帮忙的准备 要在非常之时 有独立击杀云山的力量 你若将第一印绝第二印吸灰 就有绝对把握 我 我连第一印都未能彻底掌握 何况第二印 要达到窦黄结辈才能修炼 那只能融合三种异火 施展佛怒火莲 不过这难度 不会比修炼开山硬地 我是谁 你想象中的还难 这倒是意料之中 把三种异火融合起来 莫说现在的你 就算是巅峰时期的我 恐怕也是难以办到的 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行 继续 以你屡败屡战的力量 我想终究会有成功的一天 试了几百次 总算把包装布 控制在两手之间了 继续 这么多天 终于有点进展了 感谢尔特尔特尔的游客 这一天 等了三年了 这么快就要走了 嗯 二哥那边准备得差不多了 这些年 承蒙大长老照顾 此恩此情 小颜莫齿难忘 小家伙不用客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ile宏盖 我们下期见 小贵 成家 文 Regardless 立刻 长 国家 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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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能如约而来 消炎十分感谢 不过此行危险万分 与云兰宗交手时 还请三位全力以赴 消炎十分之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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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漂亮小与 消炎十分之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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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至少 消炎十分之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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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毒伤 小子 今日别算你好运 想要你师父 就来魂殿 本无法等着你 今日 便先到此为止吧 老师 你要是再被抓 那就没人能救他了 老师 想救他 就努力变强大 他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 不要让他失望 而且 你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小家想要再加码帝国振兴 还得依靠你 云蓝走 老师 现在怎么办 消灭他 他的两位之妻 我直接或间接地毁于云蓝走 这仇恨 根本就没有调和的可能了 你 你还像怎样 我想怎样 云蓝宗为我父亲在前 为我孤家在后 如今更是害我老师被魂殿抓走 你还为我想怎样 老师这些年所做之事 的确对你伤害很大 可云蓝宗也成了这般样子 难道 就不能收手了吗 只要云蓝宗还存在于 驾马帝国 我就不会收手 血债 只有用血才能洗刷 如今云蓝宗被毁大坝 老师生死 长老弟子实不存疑 难道还不够偿还血债吗 不够 不管如何 我都是云蓝宗的宗主 你若执意要毁灭这个宗篮 那就先将我击败 云蕴 凭你现在的势力 这应该很容易 小妍 你伤势太重 要出手的话 让我们来吧 我自己来 老师 让我来吧 小妍 对这三年发生的事 我也很遗憾 我是云蓝宗弟子 你若要毁掉云蓝宗 别先去拜托 你我的恩怨 三年前就结束了 你若勾建坟贤坟贴 就我萧家出手 我 不信 害我老师被杀 这些血仇 难够 优优优优优独 你生 anest setups 死我的 跟我 向緣 不要上 emit人 太爷爷 云兰宗的防御已尽数拔除 只要一声令下 别急 看硝烟的意思吧 怕云兰宗的所有人 你真要赶尽杀绝方才满意吗 那我萧家的血丑 谁来还 如果真要毁到云兰宗 那就从我的尸体上挂过去吧 你死了 求你让我萧家人复活 你死了 求你让我父亲和老师都回来 我并非是拿我的命求你饶过云兰宗 我知道 如今的我并没有这种资格 但身为云兰宗的宗主 若云兰宗真的被杀得鸡犬不留 那我也无眼活于世上 事后 只能自我一切正为做事 小颜 云兰宗守恶云山一除 他与魂殿的勾结恐怕其他门人并不知晓 全国 BUTLER 我小颜 看车 贪 但租无 知道 ese 一个月之内 解散云滥走 否则 鸡犬不留 魂殿 你们对我萧家 还有老师做的一切 总有一天我都要找回来 萧妍少爷 萧鼎少爷和萧丽少爷 过来了 你小子终于肯出来了 大哥 二哥 伤势痊愈了 这次伤得这么重 哪有那么容易啊 慢慢来 不着急 只要别留下后遗症 一切好说 你是萧家最重要的人 可不能出岔子 对了 云兰宗如何了 宗门人数解散大半 不过还要不少人 想必还要半个月 才能彻底解散 这次算是便宜他们了 首额已死 报仇和震慑的效果都达到了 让他们解散是最好的 否则真要血气了云兰宗 反而有害我们萧家的名声 大哥说的是 我在黑巧遇待久了 与正常人的想法有些脱节 你 三弟 我知道你做这个决定 内心也很矛盾 不过我觉得你没做错什么 而且是因为你 我们萧家才有今天的翻身 所以无论你做何决定 萧家人都会亲力用戴的 大哥 我明白他 你若对那云云有情 便找机会带回来 见见我和你二哥 他并未参与云兰宗 对我们萧家的行动 我们不会介意的 我 我跟他 只是以前历练时 不过已经过去了 二哥所剩时间不多了 得抓紧时间看看 老师留下的试生胆解除方法 小家伙 你身子骨倒是硬朗了 还以为你至少要休养一个月 才有说话的力气呢 你的气息 这次虽然受伤极重 可也让我隐隐摸到了 今生窦黄的屏障 运气好的话 或许不久 就能尝试冲击一下 这场大战 虽然让你受伤极重 不过也把你的潜能激发出来 算是意外收获吧 等你伤势痊愈后 好好闭关一次 看看能否顺利突破之窦黄 对了 你派人通知我过来 可是有事 我想问问海老 可曾听说过魂殿 魂殿 出现在云兰宗的那人 就是这个势力的强者吧 我以前从未听过这个势力 不过 你养伤期间 我让雅妃做了些调查 目前只知魂殿势力庞大 形式神秘诡异 仿佛非常喜欢捕猎失去肉体的强大灵魂体 我父亲和老师都落入他们手中 而且魂殿似乎对我萧家很感兴趣 事后或许还会遣强者前来 果真如此 你们都必须尽快强大起来 建立岂能与之抗衡的势力才行 但这魂殿恐怕放眼整个斗器大陆 都算是吉祥的势力 我们白首齐家 想与之抗衡谈何容易啊 白首齐家倒不至于 以硝烟如今在加玛帝国的声望 只要振臂一呼 自有无数强者附庸而来 至于其他几大家族 不过趋利而行罢了 可这开宗立派的事并非我本性 且我 三弟 这些东西你不必亲力亲为 即使我自会打理 你只管安心修炼便可 既然如此 待我伤势权益后 麻烦海老 帮我联系一下法马会长 以及几大家族组长 行